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次一个星期没见 有没有想着我 今次很不舍得 但是都要去到我们的 住家菜系列的最终会了 今次要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古法桂花鱼 希望大家会喜欢 材料有桂花鱼 冬菇和猪肉 这个古法桂花鱼 其实做法是很简单的 小时候婆婆在家里做的 我是很喜欢吃的一道菜 所以就将它成为 住家菜系列的最终会 就是当之无鬼 我们首先要将鱼煎 煎鱼洗干净鱼 然后用厨房纸巾擦干净 擦到它很干 不然一扔入油 就会爆到你胃溶 为了将鱼煎熟 我们会在背部割几刀割几刀 然后我们磨点盐 把鱼煎熟 让它有少少的味 然后我们 放一点面粉在面 一来可以令到它更加香脆 煎出来 二来 将鲸鱼的水分 都将用的面粉吸着它 下油的时候 就万无一失了 再把骨鱼放在面粉 ずに 把鱼切成多鱼的面粉 把鱼切成多鱼的面粉 否则就会很大部分 吃到口 好 然后就可以烧红了鱼 然后就放进中鱼 烧热至很热至非常热 再把它放進去 就盡量不要捅! 好了,我們把這條魚煎,接著我們就預備其他的古法 首先我們把冬菇浸了,浸淋了之後就去到頂 嗯,浸冬菇有什麼秘技呢? 如果你真的沒什麼時間,就把冬菇放進一碗熱水 當然要用一個安全的碗,然後放在微波爐那裡 加一匙糖下去,丁 那它就會一分鐘內浸好 接著我們就把冬菇切絲 那些冬菇切好之後,就順手切好豬肉的絲 好了,那條魚都煎到九成熟了 我們就可以放下它在碟裡 然後上面還有油在這裡 我們這個時候就順手爆香那些肉和菇 然後就炸走,炸走當然要離開火 然後就炸走,炸走當然要離開火 然後就做醬汁了 醬汁裡面有蠔油,生抽,老抽,麻油,還有糖 你知道,外賣糖經常都在工作室裡沒有用的 最好是用來煮東西的 一包大約等於一大匙,那我們一包下去 然後,剛才浸冬菇的水 這就是鍋氣 但是呢,我們也要把魚放進去熟一下味道 先把魚放進去熟一下 其實看隨機應變 我覺得現在這個,根本就不用埋芡了 因為它已經夠稠了 到醬汁都煮得差不多 收得七七八八呢 我們就可以切定一些蔥花 用來淋在表面那裡 一來是裝飾,二來其實都是好吃的 好啊 好啊,那條魚就放在這裡 那這些古法就在旁邊了 我把它拌好 拌好 將它 這個古法桂花魚就大功告成了 紙桃еч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